启示录第七章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指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那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鹅。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树木, 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吕汴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福塔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此后, 我观看,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高养。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伏于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素财, 独妙, 智慧, 感谢, 尊贝, 全民, 大力, 同贵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年, 阿们。 长老中, 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 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 要用帐幕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透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lam Ellis� Templ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